黄一梅终于要跟方邪文离婚了,婚前对玫瑰百一百顺的方邪文婚后为什么变了?方邪文是个超级恋爱脑,她和玫瑰属于成也同类,败也同类。方邪文和玫瑰的关系很好理解,把性别转换下,方是胡思乱想的小娇妻。玫瑰是出钱出力,就是不张嘴的高冷霸总,你会发现,她俩在言情小说里毫无违和感。 方邪文最大的问题不是自卑,而是破防。她为玫瑰付出了那么多,爱玫瑰爱到那个程度,可玫瑰没有表现出极致的爱她,让她破防。 先说一下,方邪文这个角色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出,编剧为了增加矛盾,硬错剧情,比如妈妈那里,所以部分会直接跳过哈。 很多人说方邪文自卑,其实是错的,一个自卑的男人,是不会使出浑身解数,甚至耍心机地追逐自己的女神的。 苏苏才是真的自卑,所以面对黄牡丹的摇摆,她明明平时强硬冷酷,可还是在行动上不断地软化,不断地给黄牡丹机会,因为她打心眼里觉得,自己配不上更好的男人,黄牡丹配得上更好的女人。 方邪文,一个名校毕业,也不缺女生感兴趣的男生,她对自己的爱情,是相当傲气的。 在她的眼里,只有玫瑰那种又美又人好的女孩,才配得上她珍贵的爱情。 是的,方邪文是个纯正的恋爱脑。 她和玫瑰有一点特别像,那就是,对自己的爱情特别看重,要求很高,只接受某种规格的待遇,对方对自己凑合的话,坚决不要。 只不过,经常有人问我,什么样的男生才是那种很纯的恋爱脑男生? 这么说吧,我观察情感区十几年发现,恋爱脑且很深情的男生,每一个都很傲,无一例外。 这个骄傲,不是体现在他们觉得自己优秀厉害,而是觉得自己的感情很珍贵,所以不会轻易给别人。 很典型的就是福尔康,你们仔细看的话会发现,福尔康和方邪文有些地方是很像的。 都是个人条件很不错的类型,想往上找也不是没有机会,可是除非是自己喜欢的,一眼都不看,相对的,如果遇到了特别喜欢的,什么都能为对方做。 这种类型的人,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?是自己爱的人,倾鉴自己的感情。 所以我们会发现,方邪文黑化的节点,几乎每一次,都和玫瑰的沉默有关。 看上去是因为庄国洞破防,实际上,方邪文真正在意的,是玫瑰的态度。 咱们看电视上帝视角,会觉得玫瑰是爱方邪文的,也为方邪文付出了很多。 但在方邪文的视角,他看到的是,玫瑰是一个公主,她娇尽美丽,她的爱情是明媚热烈的,玫瑰也确实那样激烈地爱过一个人。 那么,对自己平和安静,只管给钱做家务的玫瑰,到底是真的爱自己,还是只是为了凑合和赌气呢? 尤其是在庄国洞回国没多久,玫瑰就定下了结婚的事情。 愈发地让方邪文觉得自己是工具人。 不要觉得深情恋爱脑就一定是好的伴侣。 任何人种都是一体两面的。 恋爱脑的优势在于,对你绝对好,忠诚付出关注命都给你,而且特别好哄。 但恋爱脑也有巨大的劣势,很典型的,就是把自己的感情看得比天大。 如果发现自己的感情被轻贱,这种人封批起来也比一般人要恐怖很多。 再比如说,因为满心满眼盯着你,所以很容易钻牛角尖。 我见过的恋爱脑深情款恋人,坦率地说,世俗意义上看,没有不做的。 当然了,也有不少另一方觉得自己的对象脾气贼好,他们知道怎么哄。 所以,一般的人也没法遇到恋爱脑伴侣,不仅仅是他们的感情一般人配不上。 另一给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,一般人也承受不住他们巨大的情感能量。 电视剧选刘亦菲,眼黄一眉很绝。 不仅仅是因为刘亦菲美,而且刘亦菲美得很清高很自我。 就你们发现没,玫瑰很多事的态度,就是懒得解释,很傲,永远都是一副我是什么样的人,还用我解释骂的样子去面对他人,尤其是自己在意的人。 他对方邪文也是,光做事,不怎么表达。 知道方邪文辛苦,就安静地付出,尽量少索取。 和方邪文发生矛盾,也不太愿意直白地说,自己多么地爱他。 而是叹气摇头感慨,早知道不告诉方邪文庄国栋的事情了。 站在庄国栋的视角,就是玫瑰没那么爱他,也懒得解释,只是用钱糊弄他。 于是他愈发破坊,更不用说他一个孤儿寡母,家境贫寒的学霸,本身自信就不太足。 也不敢直接问玫瑰,破坊扭曲更加严重。 对付方邪文这种人,其实最好的做法,就是参考庄国栋。 直接冲到他面前,一顿激吻,一顿爱的表达,他也就心软了。 玫瑰其实和方邪文很像的,方邪文敢拿出全部身家租房追玫瑰, 玫瑰也敢扔出,出业表达对庄国栋的爱。 包括他俩婚后,方邪文明明一直觉得玫瑰不爱自己,还是拼命证明自己,想给玫瑰大房子好生活。 而玫瑰呢,明明娇气任性,但愿意为了方邪文洗手做羹汤。 他俩是真的认真爱过彼此的。 在付出方面,也都不吝啬。 但俩人都有恋爱脑的通病,哦,有矛盾也不屑于解释。 拒绝好好沟通,又气愤对方糟蹋自己的感情,于是赌气。 他俩结婚那几年,基本都是在赌气。 先是方邪文创业期间用妈妈控制玫瑰,而玫瑰呢,云淡风轻用几句轻蔑的吐槽,就能让方邪文气得心脏麻痹。 玫瑰的反击,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好好解释。 其实每一次都带给方邪文巨大的精神暴击哈。 把妈妈拿出来,赌气,不想玫瑰找庄国栋的成分居多。 看到玫瑰完全不找自己求助,他心里很气,所以不管私底下怎么和妈妈说,面上还是顺着妈妈。 但这事儿确实做得很过分,所以玫瑰跑了也正常。 方邪文本人,其实是不想折腾玫瑰的。 他不重男轻女,对女儿也不错。 说是女孩生扑自己,实际上不越过雷池一步。 但玫瑰就是不爱她,她就使劲折腾玫瑰,疯狂赌气。 她希望玫瑰和她玩她逃她追她叉翅难飞的言情戏码,可没想到玫瑰各种不耐烦,到后面干脆摔牌不完了。 所以,离婚那会她特别破防。 方邪文的诉求是什么呢? 很简单。 玫瑰表现出对她恋爱脑就行了。 不是对她卑躬屈膝,不是愿意被她控制,而是对她恋爱脑。 在方邪文的心里,玫瑰是真正的公主。 真正的公主,当然应该被捧在手心里,拥有一切。 公主表达爱的方式,应该是对王子有所索取,她配得上一切美好的待遇。 所以,玫瑰越是理解她,方邪文越不爽,她觉得玫瑰看不起自己,不爱自己。 比如说,婚礼一切从简。 方邪文会觉得,你是不是为了和庄国洞赌气,所以才嫁给我。 但如果玫瑰搂着她的脖子,一脸幸福地跟她说我婚礼,要这个要那个。 方邪文气,就顺了。 同理,玫瑰对方邪文说,不用那么奋斗,她就很生气,凭什么你对庄国洞有要求,但对我没要求。 但如果玫瑰对她哼哼唧唧,说自己想要这个,想要那个老公给我买。 信不信,方邪文分分钟双手奉上。 就很好笑,方邪文破防的点之一就是,玫瑰你凭什么使唤庄国洞,但就是不使唤我。 是我伺候人的功力不够好吗? 我还比不上那个姓庄的。 在她的认知里,玫瑰是公主,王子就该保护公主。 怎么从小装到她这,反而变成公主守护自己了? 可这她是需要公主保护的老农民吗? 所以,我们会发现,电视剧里,方邪文看似大男子主义, 但只要玫瑰稍微表现出对她的关心和在意,她立马就心软,舔上去。 原本要和玫瑰事迹大战,结果玫瑰在意她的健康,送她去医院,她立马愧疚了,同意离婚了。 玫瑰翻白眼来一句你什么样,我一下自己,就能看出来,她分分钟笑得贼不值钱。 看到玫瑰关心自己的身体,甚至连吃醋都不管了,还帮玫瑰给情敌挂专家号。 方邪文和安令荣还不太一样。 安令荣骨子里是自我的,别人和她索取多了,安令荣会觉得,你是不是想利用我? 但方邪文不同,玫瑰跟她索取,她会很骄傲地想,嗯,玫瑰对我果然超爱,然后加倍努力付出。 某种意义上,玫瑰这种恋爱脑,就是需要刘亦菲这样的冷美人扮演才成立。 因为足够清高冷傲,男人们才看不透玫瑰的想法。 如果换成天使大宝贝这种娇憨的美人,眼波流转哭一下,方邪文分分钟看到她的爱意,直接心软化身舔狗,剧情也就没法继续了。 说起来,玫瑰一家的画风其实就挺清高的。 对方邪文的态度永远都是,客客气气,温温和和,懒得解释。 以至于越描越黑,让方邪文各种难受内耗。 我现实里,见过好几个方邪文这种的男恋爱脑,跟男恋爱脑相处是需要技巧的。 咋说呢,如果发现女朋友倾鉴自己的感情,她就会发疯,而且发大疯。 但只要女朋友告诉她,我好爱你,我心里只有你。 她们分分钟听话得跟猫咪似的,就很像言情剧里的小姑娘。 一扯到对方,特别敏锐,对方的敷衍,对方的不耐烦,一下子就能注意到。 但一扯到自己身上,就很傻,非得女生总裁附身,一脸无奈地说,小东西,我要把你怎么办,然后人也乐了气也顺了。 就好像尔康,觉得子薇痴情儿的醋,玷污了她对她的爱情,但看到子薇为情大罪,瞬间心软,第二天赴京请罪。 何书环也是,因为日记本期的要死,差点和如瓶订婚,但一瓶一哭,稍微一低头,立马化身难舔狗,一瓶再说难听的话也不管了,说什么都要贴在一瓶身上。 方协文这种人吧,缺点很多,相处确实需要适配度,不然极度折腾人。 但爱确实是真心的,这方面,她和玫瑰,是一类人。 爱是有很多种,很多心态的。 方协文以为爱只有一种,所以她额外期待玫瑰像爱庄国栋那样爱她。 可惜她不懂,玫瑰每一个阶段的爱都是不一样的,唯一相同的是,都是真心的。 情感里的沟通是很重要的,可以拿黄牡丹和苏苏类比。 相比较于方协文和玫瑰的相爱,但就是不长嘴,人家俩人沟通的天差地别。 假如玫瑰一开始就哭着告诉方协文自己被庄国栋欺负了,很生气。 或者方协文难过地告诉玫瑰自己被庄国栋阴阳了,生气难过,是不是自己狠菜。 信不信,她俩一定会为彼此找庄国栋出气的。 以方协文那个性格,知道玫瑰在法国被小庄妈欺负,一定会去狠狠搞一顿。 哪来的老妖婆敢欺负我媳妇? 甚至可以阴阳回去,老太太您小男友有了一个又一个,怎么一个也捞不着啊? 朋友吐槽,谢谢庄总监,要不是您老那么眼瞎,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媳妇呢? 回头小两口床头一合计,狂说小庄母子坏话。 信不信,玫瑰绝对爱她,爱得死心塌地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